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肉肉这几天生病了兄弟们 昨天晚上肉妈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没上学 然后呢我今天跟老二两个人去看一下五公斤呐 有点多了 铺贝得美 多了几个三公斤差不多了吧 让他切一下 ok 三公斤的给我看看 啊行三公斤好来 给他二十万六万一公斤十八万的找我两万就可以了 他们数钱都是数着数的 拿着咱们走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跟老二坐摩托去找猴哥去兄弟们 猴哥现在基本上放学了 我们去接他一起去啊 上车 走了 嗯 嗯 嗯 早站了兄弟们 这就是猴哥的学校 三排教室啊 两排 左边还有一排 三排 猴哥的教室在最右边的第一间 那边第一间教室 那边第一间教室 放学了 这就是猴哥 你好 你看你朋友都在看你 你看 大家都很好奇哦 走吧 我们上这种家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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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哥每天是下午一点放学兄弟们 每天如果他自己走回家的话大概一点半这个样子吧 咱们现在到肉肉家去 也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开始做饭哦 几个小朋友猴哥书包最大 搞钱 走着 咱总共花了八千车费 我从猴哥学校做到肉肉家是三千 他俩做就是优惠一点五千 总共八千 你看我猴哥到家就带娃 他家衣服也是晒在地上的兄弟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沙子多 沙子多温度高 一会收的时候躲一躲就行啊 像猴哥家那边就不行 猴哥家那边都是土 晒在地上都进到那个布岩里面就躲不下来了 东西都不吃了 棒棒糖啊 饮料啊小橘子啊都不吃了现在 瘦了呀 好不容易长点肉又瘦回去了兄弟们 你看小腿 来来来来来来来 对跟我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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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脸委屈的表情 看猴哥玩那个小游戏兄弟们 我小时候也玩过多少年了 这个 拖圈的 你看吗 好有年代感的东西 六人家准备吃饭了兄弟们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绿豆盖胶饭 以前大海王做过的兄弟们 绿豆啊什么的小鱼根啊 刚想骗一下小鱼子被猴哥借穿了 菜不够了兄弟们 猴哥去加点菜去 再加点菜哦 有这个吃拌起来吃才有味道 兄弟们 OK 这样够了吧 吃完饭了兄弟们 然后咱在这也没什么事 等会看看肉肉咱们就走了 刚刚摆肚了一下 肉肉这不是什么严重的情况 就是正常的小孩出疹子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我跟我弟弟都有 完了以后 他母亲昨天也带去看了 买了药 一会咱们再给点钱给他 多买点好吃的给肉肉吃吃哦 小女儿饿了啊 哭了 给他准备的小灶兄弟们 煮的米粥加了点糖啊 完了以后肉肉在外面睡着 现在都处在发烧的一种情况嘛 外面要凉快一点 拿点钱给肉肉妈妈 咱留给他买东西给肉肉吃 阿姨得忙碎 不如肉肉 拜拜 也不容易啊 兄弟们 还得顶着小桶去卖橘子 咱们得走了兄弟们 小姨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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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和哥出发了 兄弟们 刚好我们朋友来带我们 上车回家去 爸爸 好累 上车了 兄弟们 完了以后 今天咱们视频就到这里了 兄弟们 猴哥 来 跟叔叔阿姨再见 叔叔阿姨再见 人家姐姐再见 拜拜 来买橙子了 肉妈 转了一圈 卖到我家了 兄弟们 买点 他的橙子卖一个500 咱买20个 买一万的 一小童 卖完也就卖个一两万